邱锦和鲁迅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并不陌生 他们一个投身革命慷慨负义 一个为了中国人觉醒七一从文 都是伟大的革命先贤 但不为人知的是1905年 两人都在日本留学期间 邱锦曾拔刀插在讲台上 并当即丢下一句狠话便承传归国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1875年 邱锦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官宦人家 其祖上世代为官 父亲更是贵为一州之州 家庭富裕让邱锦锦衣玉石地长大 并且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对邱锦来说 她的童年是幸福的 又是邱锦没有学于封建帝制下的女德女训 好诗文文史 喜欢骑马射箭 可以说 邱锦从小的兴趣爱好 便是和传统的大家闺秀不一样 能文能武 她年少时常常以花木兰 秦良玉等民族英雄和女中豪杰的自愈 自小的志向就是在做个伟大的女性 而不是男人的附属品 1896年 邱锦和自己的丈夫王庭君结婚 婚后夫妻相敬如宾 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当了母亲的邱锦 也有过感慨 感叹归中生活的无聊 可依旧做好了一个好妻子 好母亲 后随着王庭君调经为官 邱锦也跟着丈夫来到北京定居 出入北京的邱锦 仿佛一下子打开了眼界 彼时的北京城已经受到了洋务运动的洗礼 整个城市充斥着外来文化 他们夫妻二人甚至专门请了老师在家学习外语 直到1904年 经历八国联军清华的邱锦看到了百姓所受的苦难 他开始寄希望于出国求学找到强国之路 而刚刚经历明智维新 能和世界列强掰手腕的亚洲国家日本 无疑是最好的借鉴和学习例子 因此他不顾丈夫的反对 自费东渡日本留学 实质乱世 大批能人志士出国求学 以求救国之道 邱锦虽为一介女流 却巾帼不让须美 在日留学期间 一心渴望民主自由的他从未懈怠 那时邱锦积极参入日本的革命活动 打破身上的封建制固 反抗清廷推翻地质 并且主张女性地位的独立 他在日本认识了许多留学中的人人志士 其中就有如周树仁 鲁迅 陶成章 黄兴 宋教人 陈天化等 并在后来加入了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 即使家境因时 自己作为封建地质的既得利者 邱锦依旧坚定自己的革命之心 1905年的清政府 不仅列强虎视眈眈 民众也不愿自己的国家 再受列强欺负 纷纷举起革命的大旗 为了维持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清政府不断打压国内外的革命势力 因此 在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 并且深受民主自由国家气息 熏陶的留学生群体 更是成了清政府着重关注的对象 为了防止在日学生打着留学之名 行革命之时 在清政府的要求下 日本当局出台了 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 旨在约束在日留学生的行为规范 杜绝学生混文凭 趁机闹革命 由于日本官方的翻译问题 以及一些报社的大肆报道 此规程被称之为取缔条约 而在日俄战争中 中国遭受的民族耻辱 以及日常生活中留学生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随着取缔条约的颁布 激压在学生中的反日情绪瞬间爆发 其中邱锦为代表的人 认为日本此举是联合清政府 打压留学生的革命热情 使日本政府和清政府狼狈为奸 他们主张罢课 并且退学归国 称之为激进派 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方认为 不该如此激进 一是革命力量需要保存 在日留学生的革命火种需要延续 革命党人回国将会受到清政府的迫害 二是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 既然外出是为了求学 继续完成学业 才是革命的长久之道 为此 两派学生争论不休 甚至大打出手 同年12月8日 学生陈天化 华兴会创始人之一 同盟会创始人之一 因反对取缔规则 写下绝命书 愤然跳海自杀 陈天化的自杀 让本就情绪激动的激进派 更加激愤 在其追悼会上 邱锦面对以鲁迅为代表的 一众维持派人员十分愤怒 拔出随身短刀 致力于暗 怒声道 投降满鲁 卖有求荣 欺压汉人 这 吃我一刀 说完后便承传归国 邱锦回国后 第一时间投入革命建设之中 创办公学 并留在女校任教 任教期间 邱锦不仅宣传女权的主意 还在为革命积蓄力量 他积极吸纳诸多能人志士 加入同盟会 其中就有在学校中主持教务的 徐自华 及学生徐双运等 1906年 为创办 中国女报 邱锦回到婆家募捐经费 在募捐到大量经费后 和家人断绝关系 清政府混乱不堪 对待革命势力百般打压 若是事情败露 后果不堪设想 邱锦自走上革命道路开始 就做好了为革命赴死的决心 也只有和早早和家人断绝关系 他才能保证自己的所为 不会让家人受到牵连 1907年1月14日 中国女报创刊 开始为女性发声 邱锦任主编及发行人 提倡女权宣传革命 中国女报 主张中国社会因开通风气 让女性独立自主 提倡女学 这本报纸的问世 让更多的大家闺秀 认识到女性力量的重要性 逐渐参与到 中国女性的解放斗争中 对中国女性的觉醒 有着重大的意义 那时的邱锦 一边督办报纸 一边准备起义事宜 他起草席文 告示商议 从金华开始起义 周周响应 又敌出击 然后直击杭州 意图摧毁清政府对晚 这两地的控制 遗憾的是 安庆起义失败 起义事件被泄密 邱锦也于大通学堂 不幸被清兵锁补 当时清政府 在杭州派出的 300名新军 赶往绍兴捉拿邱锦时 他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 也有足够的时间离开 但邱锦并并未选择撤离 他先是从容不迫地 转移枪支弹药和各类文件 命令学生分散撤离隐蔽 随后将自己嫂子资助的银员 都分给了学生 一切安排好后 邱锦坐在大通学堂的 大堂内 安然等待着自己的结局 1907年7月15日 面对清兵的迫害 邱锦只字未土 只留下一句 秋风秋雨仇杀人的遗言后 便从容就义 年仅32岁 所谓舍生而取义者也 这句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崇高品质 正是邱锦的意志 在邱锦之前 谭四同面对死亡时曾说 各国变法 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 此国之所以不畅言 有之 请字字同时 在邱锦之后 林决民面对清政府大臣的昭安 在狱中说 只要革除暴政 建立共和 能使国家安强 则死也明目 邱锦身上的意志 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意志 纵观中国历史 无数能人知识 在他们那个时代 为了心中道义 坦然赴死 纵观邱锦的一生 从光患人家的大户小姐 到革命劣势 身份转变之快 革命意志之坚定 无不让人感慨 从东都日本求学开始 邱锦的所作所为 从未考虑过自身 一切的行为 都是为了革命 邱锦的旧意 像是春夜中 骤响的惊雷 闪电划破黑暗的夜空 给人们带来光明 雷声震醒熟睡的诗人 邱锦的意志 不仅感染了革命党人 甚至抓捕他的 县令李忠岳 都深受感染 抓捕邱锦的李忠岳 在整个抓捕过程中 都消极代工 甚至行动过程中 故意弄出噪音 就是为了让邱锦 察觉到有时间逃跑 在搜查邱锦的住处过程中 李忠岳刻意绕开了邱锦 平时居住的房间 也正是这一举动 让邱锦的家人幸免于难 邱锦被捕后 李忠岳亲自审问 并未为难 甚至想帮邱锦 写下申辩之词 让他活下去 手下人称 李县令在审问邱锦的过程中 整个房间十分安静 仿佛老有闲谈 邱锦就意后 李忠岳辞官回到老家 在老家整日以泪洗面 嘴里念叨着 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 没过多久 在家人不留意的情况下 这位心有愧疚的老县令 在房中悬梁自已 其实邱锦和鲁迅二人 亦是很好的朋友 在鲁迅的一些访谈中 就能看出 他对邱锦是十分欣赏的 他说邱锦是个很好的人 脾气直爽 说话也不拐弯抹角 能干还很爱唱歌 酒量很好 所有朋友间少见 有不喜欢邱锦的 可见鲁迅对邱锦的品格 气质和行为 是十分肯定的 若非如此 身通事故 而又偏不事故的鲁迅 不会说这么多恭维的话 邱锦去世两年后 鲁迅也从日本归来 在绍兴一所学校做教员 曾多次去邱锦坟前平调 怀念这位特别的同窗 即使后面出现一些矛盾 但在邱锦就义十二年后 鲁迅在新经年上发表 短篇小说《要义文》 以文中为革命牺牲的下语 颂扬和缅怀邱锦 并且在后续的访谈中 称其为女侠 无疑是对邱锦的所作所为 给予了高度肯定 经历取缔规则回国后的邱锦 也逐渐理解鲁迅等人认为 在日本继续求学的想法 他曾写信给日本同志 称不管当时是选择愤然归国 还是忍辱在日本继续求学 虽然方式不同 但是爱国的精神相同 没有孰高孰低 对于革命来说 邱锦所做的一切固然重要 可像鲁迅这样 俯首甘为如此牛的人 同样重要 他和鲁迅 一个七一从文 以笔为刀 将中国几千年封建地制的糟粕 一点点拨开 只为了在清政府统治下 麻木不仁的国人能觉醒 另一个敢为人先 适事以革命为主旨 主张中国妇女的解放和自由 并且敢直面清政府的獠牙 死而后已 也因为邱锦的大意 让中国革命人 见识到了女性的力量 越来越多的女性崛起 加入了革命的队伍中 面对乱世 有人愿意做暗示的兰花 慢慢散发自己的芬芳 就像鲁迅 水魔功夫一样 让人们醒过来 也有人愿意做星台 短暂一声 光彩炽烈 壮美无语伦愁 正如邱锦 就像邱锦所说 虽然鲁迅和邱锦 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但是方向是相同的 都是为了中国民主的 伟大革命目标 所谓君子和而不同 伟大的道路 纵使再不相同 却不会背道而驰 目标一致就是同志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 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